延續著ETF除息最終戰的專題 今天我們要告訴你 高股息要來比一比了 2023到底誰的高股息 ETF性價比最高 我們比不僅配息要好 而且填息的速度要快 同一時間風險要低 怎麼比 好 是的 那我們先跟大家做一個年終大體檢 因為我先幫大家做一個觀念的說明 就是如果你今年有買0050的人 你大概含息報酬率超過接近20到23%左右 20到23% 所以就是一個 先定毛比較一下 這感覺蠻激熱的 因為他就跟著台積電 台積電漲他就漲 台積電跌他其實就跟著跌 可是我們發現高股息的ETF 這個是因為我要算今年的成立時間 必須要超過一年以上 所以這是在今年成立以來 超過一年的相關的高股息 ETF他們報酬率 竟然我把這個定毛把它定在這邊 超過一半都超過0050 那我們看到第一檔的話是00915 這是台積電高股息30 那今年甚至還有53%的報酬率 應延的報酬率53% 這是今年的1月到11月底為止的報酬率 那遠遠高過我們的台股 甚至像0050的ETF 那另外的話呢 其實可以看到超過一半 都超過這個20幾%的報酬 那918大華的 然後56大家熟悉的 那713 713 919 900 這邊全部都超過三成以上的漲幅 所以如果就整個 韓息的總報酬來說 其實今年的高股息的ETF 其實表現得相當優異 那當然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在配置上面的考量 其實蠻多都配置到今年的AI的個股 所以在AI的個股 今年在大幅的上漲的過程的話 其實他們有相關的持股的部分 也可以帶來他們比較好的表現 12月中將是在這一次年中的壓軸好系 最後一次配息了 年中這次配息狀況如何 好 我們先幫大家複習 因為有一些個股 有些ETF 他們準備會在12月份去做一個配息 所以包含了這五檔的ETF 1 2 3 4 5 915 713 929 919跟918 都會在12月份要去做配息 那當然929他是月配的 那這邊的話 他們是積配積配積配 一年四次 是的 是的是 好 那假設我們回推到9月份來說的話 其實這五檔的ETF 他們表現都非常不錯 因為9月份的填息都完成填息了 那填息天數最少的分別是在915的36天 最快 對 最快就填息了 那713花了44天 然後929的話是花了49天 那其他的話是919跟918的話 也都分別差這53天 就是這幾天在股價創高的過程中 他們也完成他們填息的過程 那假設如果回歸到12月份的這一次的話 我們也給大家一個參考資料 就是這一次的五檔的ETF 他們如果要配息的話 他們的分別的配息的數字是915 0.45元 這是預估的嗎 對 這是目前預估的配息的金額 那713的部分的話是0.84元 然後929的話是0.11 因為他是月配的關係 那919跟918分別是0.55跟0.67 那假設如果換算成他們的年化配息率來說的話 大約平均是在8%到12%左右 那如果就整個過往的填息的經驗來說 其實這五檔的ETF 他們都在之前都完成填息 那如果就12月來說的話 我這個看法就是雖然我們目前的指數 在相對高檔位置 那可能會有一點點相對辛苦 但是如果一個中長期的台股表現來說的話 他們的填息 我覺得都是有機會的 好 所以這代表之前Pagin的利息 已經放進口袋了 那現在還在賺價差 那就要來看看 這次要不要參與除息了 如果還有價差可以賺到 我們先把這些高股息的ETF 長期的總報酬率拉開來比較一下 好 那我們回歸到今年的總報酬率 也就是說如果從今年的股價的表現來說 那不含息的部分的話 這是今年的相關報酬的10強的部分 那第一名的部分的話 我們剛剛看到00915又出現在這邊了 那今年以來的報酬率有44% 那下半年的話 甚至還有兩成 接近兩成多的表現 這是不含息的 是 這是不含息的 就是純粹看股價的表現 那息是另外 因為他們息其實已經入口袋了 好 那第二名的話是分別是在918 然後第三名的話 大家耳熟能詳的0056 然後甚至像是713 他們的今年以來的報酬的話 都有超過三成以上的表現 那甚至在下半年的幅度的話 也都有差不多接近10% 甚至要接近20%左右 所以其實這些相關的個股 就像我剛剛前面說到的 因為其實他們今年 真的找到了很棒的 穩定的配息的股票 那這些很穩定的配息的股票的話 今年剛好都是比較偏標股系列的 所以他們又賺到股息 又賺到差價 所以他們今年的表現的話 都比一般我們看到的指數型 市值型來的更好一些 不過你講到了 因為今年都壓到了AI 有一些AI其實這幾個禮拜 這幾個月已經開始休息了 同樣在有這樣子的報酬率的同一時間 風險怎麼評估 好 那因為確實 如果就剛剛朱華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到目前為止的話 其實大概漲的都漲過一大段了 那就所謂的報酬跟風險來說 我必須要取得一個評估的平衡 那如何去找到平衡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最近這半年的報酬率的話 我發現說怎麼915 還是在最近這半年的報酬率算是優異的 那另外的話像是918 919的話 分別都有兩層的波動的漲幅 那在這個所謂的波動的過程的話 其實我們也可以發現說 我發現這邊915 他竟然是在一個相對中等的波動 也就是他的一個股價表現是不錯的 然後呢 他的波動的風險的話是相對低的 所以也讓他在最近這半年的報酬跟風險比 排位在第一名 那為什麼會這樣的原因 我想應該還是因為就目前的選股的方向 那915的部分的話 他找尋到的是高股息 然後但是低波動 就是間接的把那個波動性 把它去做一個秉除掉 然後呢 帶來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穩定的績效 所以我覺得就是 如果一些相關ETF 他們有加入低波動因子的話 更有機會創造高報酬跟低的風險比 好 這裡給大家一個概念 非常重要 你在選高股息ETF 除了看他的高報酬之外 同一時間也要顧慮他所謂的低風險 才能創造更高的報酬 那你剛才講說加入了低波動因子 他的選股邏輯是什麼呢 好 我們繼續往下看一下一張 就是因為如果就我們剛剛舉的例子 是表現今年最好的 像是915的部分 那915他如何去做選股 他其實包含了兩高 然後呢一低的部分 那什麼樣叫做兩高 因為他追求的叫做是一個高股息 那高股息的話 他是參考了過去的配息紀錄 還有呢他還去預測了未來的配息率 所以他去看過去 而且預估未來 然後去選擇比較屬於高股息的成分股 納入其中 那另外的話呢 即使是高股息 他也不一定會把它去完全納入 那他另外還選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去找尋高品質的 也就是公司營運獲利好的 甚至像是營運效率比較高的 然後呢以免我們投資朋友去賺到股息 去賠賠差價 所以他在選股上面的話 還去顧慮到這家公司的一個營運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重要的部分 那另外就我剛剛前面所說到的 因為他除了高股息之外 他還把所謂的波動的因子 把它放進來 因為他避開了一些股價波動大的個股 然後呢 甚至是下行風險高的公司 所以他在這個時間點的話 幫我們找到好的配息 然後呢好的營運 而且是相對低的波動 所以讓他今年的獲利的績效 來得比其他的ETF來得更高一些 那我順便再做一個補充 就是大家會想說 這些相關的ETF 他們的手上的持股是什麼 所以我們特別幫大家把這 前十大的成分股把它點名點出來 那他會發現說 有他第一大的成分股 是在廣達接近10%的部分 那就下半年 就是在7月到11月份的漲幅的話是三成 雖然最近拉回來 但是因為之前漲很多 其實還是有三成 那我為什麼特別把它選 為什麼用7月的原因 是因為915它是每半年去做一個換股 所以我們把這個新換股進來的 新的這些相關的成分股 把它做最近的績效統計 所以隨其他納入進來之後 他的相關的績效部分的話 甚至還有看到這邊有標股的 這個文頁74% 是因為併購了剛剛講的Future 對確實 然後另外像是群光的話 還有62% 那這個時間點的話 可能投資朋友會想說 如果跟著這些ETF去買好不好 那我可能會請投資朋友 稍微等待一下下 不要急 原因是因為這些相關的ETF的話 他們都有換股的機制 比方說像是915 他就預計會在12月份的時候 去做換股的動作 那他在換股的過程之中的話 他也會去找尋到我們剛剛前面所說到的 就是有沒有機會他未來有高股息 然後未來也有所謂的績效良好 甚至還有低波動的因子 那假設如果這樣的情境之下 你等他在換股之後 再去看他就是換了什麼股票 那如果你覺得認同 你就去買這個股票 然後呢 但是如果你覺得 啊換股好麻煩喔 因為我會不會跟著他買 結果買到連電 只有0.8%而已 那或者像是永豐金 只有不到10%而已 那10%還不錯啦 可是就一個換股的角度來說 如果你是一個 就是買單一個股的投資人的話 你難免會想說 我到底能不能跟得上表股 還是就是別人在漲的 我都跟不上 如果這樣的情境之下 我覺得還是回歸到 我剛剛前面所說到的 因為畢竟12月份 會有五檔的ETF 要來去做除息嘛 那可是呢 這個時間點的話 其實這個時間點的位階 都已經是相對比較偏高一點點 我們打一下K線 看這一檔00915的K線位置 哇最近表現得很好啊 是 沒錯沒錯 但是當然也因為 就是表現好 因為都是位居高檔這邊 所以他如果真的到時候 除息的話 有可能會一個 比較偏高檔除息的問題 比方說 他在九月份這次除息的話 其實也花了我們剛剛說到的 他在三十五天 才完成天息 因為真的就是相對高檔 所以如果就他這一次的除息的話 我個人樂觀看待拉長時間來 那可是如果就 現在這個時間點的話 你這邊去做一個 去做追高 會有一點點高風險 那假設如果看好這種ETF的話 就像我剛剛前面說到的 如果你就單一檔個股 你覺得不要了 我就是相信這些基金們 相信這些投信們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時間點 如果你要配置這種高股息的ETF 那我寧願用所謂的分散 分批的方式去做布局 因為這個時間點 他真的是高位階 然後這個時間點 他也剛好要去做換股了 然後但是如果以時間拉長來看到的話 我覺得依然是看好 我們自己國內的相關的高股息 高股息ETF 他們的中長期的績效的表現 所以這麼高的位階之下的話 我覺得用分批 然後逢低布局 會是一個比較相對安全的策略 了解 好 謝謝昆仁請先回座了 休息一下 稍後來要帶您看到 外資在今天 連續兩天買超但買不多 投信今天倒是買了44億 一個多月以來最大的單日買超 所以投信買什麼呢 今天的熱門股 人多的地方要不要去湊熱鬧 熱門股的解釋 休息一下 教育是王老師 投資市場瞬息萬變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麼樣隨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 重點是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 每天帶您掌握全球最新訊息